行動裏面我們總共是拘捕了6名男子 年齡介乎是在25至38歲的 他們是涉而管有這個兒童色情物品而被捕 行動裏面我們檢取了7部電腦和相關的一些網絡和儲存的裝置 初步調查相信這些案件是不少於 是涉及不少於600多段的涉及兒童色情影片 當內容大概有20GB的容量 他們從事的職業包括有病人的護理助理 一個是補習社的教育中心的負責人 電腦程式聯銷銷售助理建築工人 以及一些從事建築業務 可能是大廈裏面的窗框窗花的一些業務的器材人員 我們初步調查顯示被捕人士 他們是在不同的渠道 包括在網站下載購買 或者用一些點對點分享的軟件 去下載這些物品再儲存在電腦上面 內容主要是包括一些兒童他們有份去拿路的鏡頭 或者是進行一些性活動